我们等下4公升 海心 沸沫 沸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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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大约4公升 煮沸 水沸沸 沸沸 海心 把海芯放在一起 把海芯放在一起 有9枝海芯 煮15分钟左右 就关火 煮了15分钟的海芯 尺寸没有变化 不要理会 就由它一直浸在 浸至水凍了 可以换几个冷水浸 这里是浸了24小时的海芯 可以用手摸一下海芯 到底有多浓 现在已经很浓 这个位置已经湯开了 其实里面有很多肠 里面有很多肠 里面有些沙 这个还硬 这个比较硬 我们去测试一下 这个 刚才有很多海芯 水浸出来 就用水洗干净了 这里就出了很多沙 墙 基本上 现在 是洗干净了 有时里面 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还有一些沙床 我们可以用一支牙刷 可以用一支牙刷 拆干净 这里有些海芯肚子 有类似腸 另外有些沙 我们也要把这些 在海芯里面有少少硬 洗干净 这样吃的时候 就不用吃到沙了 好了 这边的水已经沸沸了 现在 就不理会了 把它丢掉 全部丢掉 全部丢掉 和昨天的尺寸 比较 已经很不同 昨天 是等于 差不多是这里的 五分三那么长 好 现在 就等水滚 也差不多 又是滚了 大约10分钟至15分钟左右 等它滚透了 就可以盖住 一直盖住 烤到 翌日也可以 如果你说我怕 那些水 放到明天 好像又不太新鲜 可以 途中 你可以换一下水也可以 这里 就等它水滚 也等它 开始再淋身 让它里面 那层黄色的层衣 撕掉 基本上 都差不多 看看 它们还在滚 滚的时候 已经开始 变色 不要紧 它是这样 过两天 水就会更清 软一点 现在大概过了六个小时 将这些 已经变成黄色的水 可以倒入 换一些新的清水 也可以 不用再煮 也可以发出 倒入少量水 可以看一看 里面 还没有 一些肠 现在 其实已经很软 很软 如果是之前 撕得不够干净 现在 趁它软了 也可以把肠 撕干净一点 这些肠 可以撕掉 撕掉 撕掉 好 倒入水后 再放入水 再放入水 可以顺便洗一下 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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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里面 还有一些沙粒 很有细的沙粒 沸腾 沸腾 倒入水 底下 还有沙 沸腾 不理会 洗了两次 现在 开水 这样浸 浸 到明天 现在是晚上 浸 过夜 明天起床 再洗 洗 这里是浸了第三天的海芯 明显已经发大了很多 换多一次清水 再浸8-10个小时 好 那些海芯 换了水 再把它里面的空气 捏出来 吸入水 不用浮起来 可以浸在水里面 好 这里呢 盖上盖子 等我继续浸 浸多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这里的海芯 已经浸了第三天了 已经足足浸了三天了 现在大家都会看到海芯很大 那我们呢 就把它拿起 链 捏一捏 这个 看看软硬度 那如果 太硬的话 也可以浸一下 那我就觉得这个 淋度就刚刚好 因为到时 要炆啊 要煮啊 要煮啊 都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 如果太软的话 炆起来 就会炆到烂了 那如果 软一点 好像这条 软一点 可以用来炒都可以的 那 那 如何储存它呢 就用个 保鲜袋 每一条 就用一个保鲜袋 可以装一点点水 或者好像这样 里面有点水 装一点水 就把它 把它包好了 放进 急冬那里 冰格 那 冰住它 那如果拿来吃的时候 就拿出来 不用解冻的了 那 直接 放进一锅热水 那 那 滚它一会 那它就会 溶了一些冰 就会软了 那 拿出来 切回它 或者甚至乎 拿出来的时候 不用解冻 直接用刀去切它 其实都可以切得到的 那大家可以 试一下吧 不妨试一试 浸了一些海芯 自己浸 自己制 自己制 自己下来炆 或者炒 做一个菜 这里 就用些包包好海芯 现在包成这样 打个裂 就可以放进冰格里面 那 需要吃的时候 就拿出来就可以了